阿拉伯石油危机 国际原油价格居高不下 老百姓的荷包天天牵着油价表浮动 在薪水不涨的前提下 省钱成了一项全民运动 今天我们要带您看一个 能把水电解出能源的气体转换器 科学家运用能量守恒原理 只要把平常喝的饮用水 加入氢气产生器 透过引擎上的气体控制系统 就可以把液体燃料 透过职能变化制造出 驱使引擎运转的能源 它进来的气体在引擎的动力 速度高低以及它的转速 不同的气体进来回馈到 这个控制系统 然后再回缩出来 做一个感测 然后再供应我们引擎 做运转的作动 这个像铁合便当的引擎发动机 不仅能提供干净的能源 它因为可以控制各种气体的燃烧 在参加国际科学发明展时 多次拿下金牌和特别奖的肯定 那我们的控制器就是说 什么气体通通吃 什么澡气 氢气 瓦斯 或是天然瓦斯都可以 相较于石油等液态燃料 无法完全燃烧 废气造成空气污染 与温室效应这些问题 气体控制系统最大的优点 就是能把气体完全燃烧 而且排放出来的产物非常捷径 它排出来的水是干净的水 可能未来还可以把它回收 科学家经过实验测试 这个气体转化器能够快速将水资源 转化成足够的氢和氧 而且产生的马力和加速性能 不会比一般引擎差 生产的成本效益 大概只比一般市售的房车价格 高出一成左右 而且实验证实 一公升的水所分解出来的氢燃料 大约可以抵两公升的石油或柴油 不仅燃料成本大幅降低了 没有废气污染 才是这部机器价值无穷之所在 大约可以抵达到尾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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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